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的老家凤阳 在淮河边上经常会闹灾 所以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以后 他到了庙里去做了小和尚 庙里面也遭到在荒们 他只好要出去游方乞讨 所以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一个皇帝 可以和他相媲美的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 但是刘邦他是一个庭长 这个庭长按照当时的行政区画的等级来看 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行政村的村长 所以尽管刘邦也号称为庶民皇帝 但是宗愿章的出身比他要更卑贱一些 那么一个出身如此卑贱的人 他做了皇帝以后 权势欲非常的强烈 大肆地杀戮 开国园区 这个事情本身就值得仔细地来剖析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 他逐渐地感觉到 他皇权和项权的矛盾 慢慢在激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左丞相 也就是第一把手 左丞相李善长为首的怀西集团 他们的权力逐渐地膨胀 这个李善长呢 是在朱元璋齐积极胜利的时候 偷奔他的 是他的一个谋士 为明朝的建国出谋划车 所以开国以后 成为开国工程第一号人 做丞相 因为右丞相呢 是和他一起打天下的 朱元璋的同乡小伙伴 徐达 但是徐达呢 这个大将军啊 他当时还在带兵在北方打仗 就是要把这个蒙古人彻底地赶出去 所以他不在朝廷里面 那么朝廷的大权呢 就落到李善长的手里面 那么朱元璋逐渐地感受到 以李善长为首的怀西集团的势力 逐渐膨胀以后 这个项权 会威胁到黄权 所以想他想撤换 开国第一工程李善长 那么招谁商量 他都不能招李善长去商量 他当然找另外一个谋士 他不是怀西集团的 他是自动集团的 就是清田人 就是现在这个浙江的这个温州 沥水这一带的 有一个地方叫做清田 出清田时刻很有名 清田人刘继 民间人称刘伯温 是一个诸葛亮社的人物 对于明朝的建立 也有祝月的贡献 比方说 新建立朝代 为什么要叫做明 就产纳了刘继的建议 以明可爱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他就找刘继去商量 要撤换李善长的事情 朱元璋知道 刘继和李善长有矛盾 因为李善长要排挤刘继 所以可能刘继会和他有同感 他没有料到刘继这个人 完全出于公心 为朱元璋的大明王朝在考虑 所以他听到朱元璋向他提出 要撤换李善长的时候 他马上阻止 他说李善长这个人 有威望 他能够调和驻将 就是各个将领 他能够摆平他们的关系 所以他希望他不要换 朱元璋感觉到很奇怪 他说这个李善长经常要打着你 你还会为他说话 那么我当然要想请你 来做做成像取代李善长 刘继心里很明白 因为当时朝廷的主要势力 是在淮西集团手里 换一个李善长 仍然是淮西集团基本班底 没有变 那么他这个直东集团的人出来 在朝廷里面肯定受到 怀西集团的人的牵制 他很难有所作为 所以他就蜿蜒谢绝 于是乎呢 李善长就像 不是 朱元璋就像他提出 撤换李善长以后 他心目当中的顶替的人选 他首先提出一个阳线 沐一阳线法的线 这个阳线呢 跟刘继的私交非常好 那么按照常理 如果刘继出于私心的话 他肯定会说 阳线很好 但是刘继这个人呢 他还是为大明王朝的全局在考虑 他很坦率地说 阳线这个人呢 是有相才而无相气 什么意思呢 他有做丞相的才干 但是没有做丞相的气度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丞相就是肚里好撑传的 他要有宽容的心态 他说阳线这个人 在这点上不适合 那么朱元璋再换一个人 说汪广阳如何 三点岁的王子 广大的广 太平洋的羊 汪广阳如何 刘继很快地就回到 说这个人更不如阳线 因为这个人偏浅 就是偏激 浮浅 那当然不能做丞相 于是后朱元璋提出第三个人选 虎为 虎为呢 就是宿生旁的一个家 庸呢 就是庸庸碌碌碌的庸 这个胡文庸呢 在朱元璋期末当中 这个人是有才的 其实这个胡文庸是个萧萧之谱 就是小人 对朱元璋呢 拍马六虚 不得朱元璋的好感 其实这个人呢 非常工于心机 非常想望上爬 要想做成像 那么 朱元璋就提出 胡文庸这个人选怎么样 刘继很自帅地回答他 说这个人呢 好比一匹立马 你要他驾车的话 会翻车 这个评价是非常之 不好的 跟这个杨县 汪广阳相比 杨县只是说 无相器 汪广阳只仅仅说是偏钱 而胡文庸是一匹 不能驾车的立马 你把国家交给他 要坏事 于是乎 朱元璋兜了一圈下来以后 还是要敦请 刘继 来做成像 刘继这个时候呢 他讲心里话 他说 我这个人呢 几乎如仇 就是看不惯 冲口而出要讲话 这对于 成像这个位置来讲 不合身 另外一个不合身 他说我这个人呢 不能凡聚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行政事务啊 有很多 繁琐的事情 忙忙碌 他不能声音 这个繁琐 忙碌的行政事务 所以他说我不适合 很坦率地说我不适合 那么他告诉朱元璋 就是皇上 你想要更换李三长呢 天下人才是有的 但是目前这几个人都不合适 你要仔细地探寻呢 肯定会找到合适的人 这个话讲完不久 朱元璋 没有听从刘继的意见 他 毅然地 把那个 胡文庸 提升为左成像 取代了李三长 胡文庸 胡文庸是个小小之徒啊 他一旦大权在外就多项 就是说多顿专行 名词的胡维雍专里面说他 多项数岁 就是很多年里面他一个人说了算 怎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大臣们的咒书送到他那里 他看看丁余自己不利的 他把他克压下来 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 那么给朱元璋这个皇帝去看 有些事情呢 他就不请示皇帝了 他就都是做出决定了 包括官员的升迁和下降和去和留 他都多顿专行 那么这样的做法呢 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 他本来没有看清胡维雍是这样一个人 等到他一旦大权摘尾以后 居然如此 所以朱元璋感受到胡维雍和李三长一样 也会成为他的皇权的一个潜在的威胁 也就是说胡维雍所代表的这个项权 他也逐渐的膨胀呢 也会影响到朱元璋的皇权 因此他自己否定自己 要想寻找机会 把胡维雍搞掉 那么胡维雍这个人立即斑斑 当然你要找去掉他的这个理由 还是很容易的 所以洪武十三年 朱元璋突然以善权之党罪 出使胡维雍 把他杀掉了 什么叫做善权呢 就是专权乱政的意思善权 这党呢就是激党淫事 那么善权乱政 这党型淫事呢 对于胡维雍来说 他确有歧视 所以胡维雍的被杀 是就有自取的 但是问题在这里 朱元璋感觉到 不仅仅是一个胡维雍 就是胡维雍他有一个党 他有一个党 所以他挪着了一个胡党 就是胡维雍党 来牵连那些开国元巡 他的目的呢 不仅仅要出使一个胡维雍 而要由胡维雍 这个有问题的人牵连出去 够做一个胡党 把开国元巡里面的文城 一网打击 所以很奇怪的 红武十三年初是胡维雍 他的罪状是 善权之党 过了个干年以后呢 他的罪状升级了 因为他要把他这个 把这个打击的面扩大嘛 把他的罪状升级为 通窝 通炉 什么意思呢 就是沟通窝客 沟通炉就是蒙古 刚刚被明朝赶下台的那些蒙古人呢 说胡维雍和他们有格局 再过了个干年以后 也就是胡维雍被杀十年以后 他的罪状进一步升级 谋反 就是他要攀乱 要谋反 这个罪状再上去呢 的目的很清楚 他要进一步牵连更多的人 那么这里面首先受到牵连的 就是被他撤换掉的 开国元旭 李善长 朱元璋利用 李善长身边的人 你造一个罪状 因为他把胡维雍的罪状提升到了谋反 那么就是说李善长知道胡维雍要谋反 他没有举报 而和他合伙谋反 这样一个罪状呢 加到李善长身上呢 就把77岁的李善长出事 牵连到他一家 七十几客人 全部被杀 这个李善长被杀 显然是 一个阴谋 就是说他完全没有 所谓的和李 胡维雍 勾结起来谋反的任何的证据 本身这个胡维雍谋反的证据也是不成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朱元璋要出事一个胡维雍 可以说他并没有错 因为这个人呢 他善权之党的罪状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同窝同龙这个罪状是不成立的 谋反的罪状也是不成立的 因此李善长就是勾结 胡维雍要谋反呢 这个罪状也是不成立的 所以当时有些官员就为李善长谋反 因为他是开过第一工程 胡维雍当时已经77岁了 有人就写了一个咒书给皇帝 祝愿章 为李善长谋怨 这个逻辑很清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李善长如果帮助胡维雍谋反成功 他也只是在胡维雍手下做一个做成像 就是他已经做过做成像 他不过就是如此 因为谋反成功的话 当然胡维雍要做皇帝 那么李善长只能做做成像 就是皇帝下面的首相 他并没有什么更大的阴谋和企图在里面 何况这个人已经77岁了 他没有这个能力再来上下奔之后 因此说他和胡维雍勾进谋反是不能成立的 祝愿章看了这个诸书也没有话说 他心里明白 这是欲加之罪和欢无耻 但是已经杀了 他也不知可否 那么这样的做法呢 搞到这几股 牵连到开国元旋里面那些文臣呢 一共杀掉 他们这些文臣本人和他们的家属加起来三万五千人 也就是说开国元旋里面的那些文臣几乎被一网打击 就是以胡党的罪名来出事的 那么这个事情呢 因为苏元旋搞的是阴谋 他虽然发布了招式兼党录 这个他们的罪状公布一个文件 但是这个很多都是误献不识之词 所以当时的历史文献里面 很多真相都被朱院长的预言文人们抹去了 留下若干之书朱氏马迹 要仔细地考证 我们才能搞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情 那么著名的名史专家吴涵 他在三十年代写过一篇很详细的考证的论文 叫做胡文雍党案考 专门来考这个事情 他考证的结果呢 他认为这是朱元旋有主张的实行 一系列大屠杀的开始 他有详细的考证 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经过 大气上就是他考证的一个结论 开国元旋里面的文臣被他解决了 他还感受到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开国元旋里面还有很多武将 打圈下的武将 他必须也要找一个有把柄的人物下手 于是就搞了蓝绿案 蓝颜色的案 蓝 美绿的玉 蓝绿案 这个蓝绿呢 是一个笑容善战的长城将军 他是长春这个大将的小绝子 这个人在西南地区打仗 开疆吐吐 平定这个明朝的这个将军 有很大的贡献 所以后来回到朝廷里面 就做了大将军 那么这个人有没有问题呢 就跟胡文雍一样也是有问题的人 有把柄的人 朱元璋呢 他是抓有把柄的人 下手作为一个突破口 来牵连其他没有问题的人 蓝绿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是他巨公之傲 奋扬跋扈 那么他手下 以及他的亲属横行相礼 这当然也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 就是开过圆寻说 不能说他们有问题 他们确实有问题 就是普遍都存在巨公之傲 分样巴扶的问题 而以蓝绿之位突出 那么苏元璋感觉到 可以从蓝绿之位突破口 制造一个蓝绿档案 胡文雍有胡文雍档案 就是你搞一个胡党 蓝绿人有蓝绿档案搞个蓝党 来牵连那些武将们 牵连的借口也一样 这个手段也是一样 其实是很拙励的 就是买通蓝绿身边的人 来提供假的口供 说蓝绿要乘朱元璋 离开宫殿 跑到郊外去祭田的仪式的时候 发动兵变 什么叫做祭田呢 就是西州传下来的 皇帝表示对农业的重视 在春更开始的时候呢 到郊外一块农田上 去耕田做一个仪式 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说蓝绿就称中元璋要离开宫殿 到了郊外去搞积田仪式的时候呢 发动兵变 和一些将领联系好了 于是乎 朱元璋就以发动兵变 谋反的罪状 逮捕蓝绿 和所谓他的蓝党 那些高级将领们 途径审判 审判的这个记录 在这个逆承录里面 反映出来了 这个逆承录呢 是朱元璋为了说明 这个蓝绿答案 它是确实存在的 所以编造出来的 一个审判的笔录 有的学者 对这个逆承录啊 仔细地来分析他的内容啊 发现里面很多的内容 都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因为就真的 都是一些 比方说蓝绿家里面的佣人 打鱼的 种菜的 这样一些人 这个 假如说蓝绿真的 要想发动兵变 他绝对不会 跟那些下人们同气 他肯定是在高层的 高级将领里面 秘密策划 就是策划于迷失 才可以搞成一个阴谋 怎么会下面的这个下人 家里面打着的 这些人都会知道这个秘密呢 所以造成一个破绽 说明这个逆承录啊 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 而制造出来的审判的笔录 实际上也是如此 后来就实在证明 蓝绿并没有 要想搞军事政变 要谋反的这个企图 中央当局抓住蓝绿这个有把柄的 他找到一个突破口 然后把 开国元旬移民那些武家们 消灭掉 这个又搞掉了 一万五千人 就是那些高级将领 和他们的家属 那么这样两个案子 一个胡运用档案 一个蓝绿档案 加在一起 一共 四万五千人 可以说 开国元旬和他们的家属 几乎被一网打尽了 谢谢大家